尊敬的战友们好 今天4月19号真是个特别的日子 我刚刚接受了路德先生的专访 访问了三个半小时 简单吃点午餐 我就到了我的studio和人开会 结果我发现 我很多外国同事和员工都很用心 他们都很多看了这个视频 很感动 非常的感动 也很多感触 同时我很多律师都给我发来了各种这样的问候 419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日子 它将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事件会越来越多更多人的关注 这件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那么在今天直播完以后呢 咱国内的很多 很多关注文贵的社交媒体上的很多朋友们 这个都给我发来了信息 因为我文贵现在只要放一个视频 在国内都是4一次到8一次之间的点击率和这个传看率 百分之百的就是 刘延平的通话当中都有这样的说法 在那个以前 现在更厉害 但是盗国内实在太违逼了 它想应一切办法 蓝金黄 各种社交媒体 通过黑客各种手段 让你非常低的点击率和观看率 推特就不用说了 我这六个月了 还四十九万一 才到四十九万五 百分之百不真实 那么在后台看 我是二十七亿次的月 这个点击率一看 怎么可能就三千多呢 这个简直是灾难 YouTube呢 包括郭媒体上 他们都采取这种办法 进行了 就是把你的 改掉你的点击数和观看数的素质来降低所谓的关注力 这就是这些五毛们 大骂郭文贵没人关注啦 谁谁谁没人关注啦 他所说的是掩盖他的罪行 同时呢 就达到他的目的 你看 郭文贵没人看了 关注力那么低 事实上是他们改了 那么路德先生这个出来以后呢 今天刚才国内很多同志都通过我们的渠道 再给我联系 说路德先生的所有的这个视频采访了三段 特别是第三段 在国内所有的翻墙都上不去 然后日本的 新加坡的 还有这个欧洲的 很多人就电脑都上不去 然后呢 我马上去看 我用四台电脑同时打开 我看了二十几次 都是进不去 点第三段的时候都打不开 第二段的时候有时候能开 第一段有时候能开 有时候不能开 而且关注数 然后我马上去查后台 我现在我这个团队非常的厉害啊 我们有几个十几个律师全面的工作着这个在同一个地方 还有我们这个关于媒体这一块 他们马上说 每一次的实际上的关注力 当播完的时候都在十万次以上 都在十万次以上 那么这个没有低于十万次的一定是被改了 一定是假的 那么路德先生问他发信息 他还不相信 他说没有啊 我这能看 你手机上能看 你上电脑 电脑不能看 然后我就录了录屏 我几个电脑全打开 第三 我同时四台电脑 这边显七千多 第三段 那边显的是九千 那边显的是一万 就这么不一样 然后呢 去上 每次都是全部给不拉开掉 说有错误 有错误 上不去 所以盗国贼多么卑鄙 他们有多么的恐惧 他们多么的恐惧文贵的爆料 他多么恐惧我们战友们去看文贵的视频 他们多么恐惧把这个爆料传到国内去 就像Joe Lowe 是孟建柱的师生子 这是全党内无所不知的真相 我文贵没有点出来 他就以为全天下都不知道 他们育民与时间之久 中毒之深 连自己都信了 他以为郭文贵不说 天下都不知道 那么我说了 我只要让你改掉你的关注处 大家又都不知道 这种人能治国吗 这种人能跟美国斗争吗 能征服全世界吗 能统治全世界吗 这不是悲剧吗 所以说这些盗国贼们的本质 大家能看明白了 他们的本质是愚蠢 狂妄无知 这就为什么像中国 中兴 马云这样的企业 能觉得我挣钱 我能叫企业家 你叫企业家 你叫骗子 你叫小偷 结果被人家罚了 马云说 我一百万啊 就业不算数了 马云哪 你是什么傻子呢 川普总统那么傻吗 你承诺一百万职务内客企 当时从川普内心里说 你就是个骗子 问问川普总统身边的人 当时就说了 当他说一百万个职位的时候 我就说他是个骗子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你干嘛的 你就是找个台阶下 这个台阶是什么 还有爱国 打着爱国的旗号 停止了 这个cancel掉了 你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务 也就是你吹的牛 现在你抱着个牛钉使劲吹 牛是越吹越健康 牛是吹人越来越活跃 你现在越来没劲儿了 快瘫倒在地上了 最后找了个理由 哎呦 我屁股底下一根草 哎呀 这根草决定了 这个牛 我这个不吹了 因为吹不定了 现在是草惹了我 这就像今天我说贺平先生一样 贺平先生本来啊 就是一个 一个夜总会包成了医院 包成了医院 救死腐伤的医院 我是在这个妓院 别的妓院跑出来了 然后我就跑到这个救死腐伤的医院 来疗治我在医院总会里受的伤害 然后我也相信了贺平先生 真的是就让他一直所说的 郭文贵先生就是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给他提供了个平台而已 这就是医院 我就是治病的 有啥了不起的 我就真心的脱光了 让他给我治病了 也治了 我也感觉治了 挺好 然后我使劲喊快来这治医院治病吧 能治性病 能治传染病 能治梅毒 甚至治癌丝病 咱们要共同揭发 那个妓院有多坏 那个妓院叫乌特邦 里边里边的保安经理叫孟建柱 里边的老包子 其中之一叫王岐山 而且还偷了我们几万亿的钱 何平先生说 你看啊 我是个医院 我跟他治病 他在这边说说这个病情很好 我也信了 后来发现 这是个包装的医院 后面跟盗国贼也连着呢 陈军先生就证明了吗 陈军先生不就拿钱了 陈军先生不就是证明了吗 然后呢 不但被蓝金黄了 还要害死文贵 对不对 还要搞死文贵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明白了 原来这个医院是包装的 所谓的救死扶伤的这个事是假的 那么 郭文贵又炫贼库 然后呢 竟然贺民先生找江建立先生 多次找江建立先生 多次找韩连朝先生 韩连朝先生是我见过海外最老实 最可靠的华人了 哎呦 跟人家说 就贺民先生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 这不是事实啊 你们领着袁建斌来 跟我说这个 袁建斌怎么这么说 不对呀 郭文贵没钱了 郭文贵早上你抓起来 郭文贵饶不了的 他一切大事结束了 你看王岐山怎么怎么样 结果 好嘛 最后我差点被这个包装好的 被一包装好的 老叶总会的老包子 外面是个医院的title的 救死扶伤明镜医院 差点又把我送回这老地方去 差点 结果这门口还站一喊 陈军 就这么个故事 哪有那么深奥啊 我又不要你的钱 我又不去要你医院的钱 我不要你的命 我又不要你给我白白付出时间 从来没见你给我花过一分钱 好酒没少喝 好饭没少吃 我的船第一个上的就是陈军 何平先生多次上我的船 每次上我船 还说在上我船的时候给大家推上说 我跟郭文贵根本没见过面 根本不认识 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决定 何平先生不诚实 我曾经当面说过他 不要欺骗推友和网友 因为你上我船了 你跟我认识怎么能说不认识呢 是不是 陈军那样 我不了解郭文贵 哎呀 这是太可怕了 如果一个老包子装出一副处女的样子 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在我围个红头巾戴个红头豆 这是挺滑稽的 无过是这事实 419今天让我回顾过去的一年 这样的故事发生太多了 我们海外有多少华人内心坚信中国人应该有尊严 多少人坚信中国应该有法治民主和自由 大家去通过这一年看一看 有真心相信的吗 有真心去推动的吗 更有真心去奉献的吗 有 但绝不是我们看到今天喊的上面最大的 这个西方有记俗话 凡是在这个月光下叫得最响的那个蛤蟆 一定是赖蛤蟆 一定是赖蛤蟆 不过真正的好蛤蟆人家是不叫的 在水里都是吃这个害虫的 那都是赖蛤蟆 我们今天很悲哀的事没看到几只真正的蛤蟆 今天 今天乌托邦和盗国贼们绑架了我们十四亿人民 绑架了整个十四亿人民的良知和未来 是要毁掉了我们的过去 正在毁我们的现在 任何有良知人对外民我们该做什么 你可以不做好事 但你不应该做坏事 上天在看着你们呢 419到今天 在过去多少人幻想梦想 郭文贵搞回中国去 郭文贵没钱了 郭文贵这不行了 甚至陈军先生说我肾不好了到处造谣 还冒出一个个的袁建兵乱伦彪 夏业良为死心到这些畜生级的人物 这种祸害人类的人物 他俩在哪国都不配做人 但是你们扪心自问你们做的事情 郭文贵要过你们一分钱吗 让你做过一件事吗 对你哪方面有伤害吗 都没有 但是你们就为了一点点的钱 为了一点点羡慕妒忌 无知贪婪 就伤害我文贵跟你们完没有半点政治经济利益的人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不仅仅是盗国贼 还有那些伪类们 还有那伤天害垒的同胞们 还有今天看到路德先生的关注率和这个点击率 竟然让到过得这样的更改 文贵的关注力和点不力这么样的更改 还有更多知识文贵班被更多的更改 刚才我一来我们人来看到 从上海这个注册的公司 一个郭媒体啊 通过SSC这个方式 进行篡改文贵的这个郭媒体的这个资料和信息 在上海的总部啊 这是这是一个国家的行为来黑郭文贵 这是对美国的宣战啊 我这看了这一大堆 通过上海的基地啊 搞到巴西搞到香港来黑文贵 注册名竟然也叫郭媒体 就这种卑鄙丑恶的手段 能和世界对抗吗 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吗 能给世界带来未来吗 丑陋至极 任何人想在他们那里边得到什么的 上海海南自由自贸区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大家看看香港的未来吧 香港做了多少贡献结局是什么 香港都没有自由了 海南能有自由自贸区吗 香港都没有贸易了 海南能有自贸区吗 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不是傻子 可悲的是 聪明人做着比傻子还傻的事 还相信比傻子还傻的人给你讲了一个美好的故事 或者骗子给你讲的故事 那比傻还可悲 都是贪婪惹的货 都是无知语的货 都是骄傲和傲慢热的货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419将是伟大的日子 再次感谢 龚小夏东方先生 以及VOA所有的同事们 在那一天做出了伟大的举措 专业的举措 虽然受害 但是伟大的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 我是刚才 我最不高兴的刚才直播 那个灯光太差了 太差 你看这有啥光面有多好 本人实在自恋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